哈喽大家好我是冬冬 首先真的非常感谢各位粉丝 因为我上一期视频 推了一下我自己的淘宝店 然后推了一下 这个电子烟 我个人很喜欢的这个电子烟 有非常多的朋友去捧场 真的让我非常的欣慰 非常的感谢大家 但是也有很多朋友觉得 这样可能并不好 你这样是在打广告 你这样是在就是 怎么说呢 反正不是很好 其实有的时候我也很纠结这个事情 因为做一个视频的up主 可能所有的up主 他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那就是你真心的推荐一个东西和做广告 有的时候真的只有一线之隔 很多时候我也很难拿捏这个尺度 让大家觉得我真的是在推荐 而不是说纯粹的给他做广告 这件事情挺难的 真的挺难的 如果你拿捏不好这个尺度的话 你就会让粉丝反感 就会 哎呀 总之这种感觉我是很不喜欢的 我不喜欢我的这个频道里面 大家都在说我 你是打广告 你这样怎么怎么怎么样 我本人也不喜欢打广告 我本人也不喜欢去 就是给这些什么品牌去做一些推广 起码到目前为止 我说真的 我没有 没有去恰饭 没有恰饭过 所有的东西 如果是我自己买的 那我绝对会和大家说 这是我自己买的 如果是粉丝给我的 我就会说这是粉丝寄给我的 如果是厂商给我的 我也一定会和大家说 我会有依说依 就是说他好 我就会说好 他不好 我就会说他不好 我一般会和他们说 我说我不收钱 如果你这个东西确实不错 你就可以寄一个给我 我来试一下 然后让大家也知道一下 我希望我推广的 都是一些好的东西 我觉得不错的东西 所以到目前为止 我没有收到任何一家厂商 我因为给他们做了视频 而给我的这个 做视频的一个费用 完全没有过 我从来没有过 而且我以后 我也对这些厂商 也都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关于这一点呢 说实话 我也只能是 让大家自己去感觉了 因为我每做一样东西 如果是我真心去推荐的话 那真的是发自我内心呢 我希望大家能感受到 我的这一份热情 我的这一份真诚吧 因为我也不能在视频当中 一直说 我这个不是做广告 我这个是真的推荐 我觉得我这么一直在强调的话 反而也 也不太好 好了 闲科就老这么多 总之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对我这个淘宝小店 这个淘宝小店刚刚上 刚刚开 所以非常感谢大家 也正因为大家这么的热情嘛 所以我也怪不好意思的 所以我今天呢 要送一些东西给粉丝 他们就是两块硬盘 他们都是500G的 其实这两块硬盘也都是粉丝给我的 然后都是希杰的 希杰的机械硬盘 500G的 2.5英寸的 其实这个硬盘也没有太大的用处 起码在我这没有太大的用处 所以呢 我把这两块硬盘送给粉丝 不过我相信粉丝应该也不会缺这两块硬盘 因为我相信粉丝手里应该也 现在也都是在用固态硬盘了 所以为了让粉丝能更好的使用这两块硬盘吧 我决定再搭一个NAS给大家 这一台呢 是群晖的218PLUS 这一台218PLUS 它也并不是全新的 这是我个人用过的 但是我现在呢 已经不再使用它了 因为我现在在使用一台更加高端的 但是呢 它是微联通的 然后这一台在我这已经放了蛮久了 所以呢 我希望能有有缘的粉丝把这一台218PLUS领走 具体如何参与这个抽奖呢 大家可以等这个影片后面 我告诉大家如何参与抽奖 因为今天我要把这一台群晖的218PLUS送给粉丝 所以呢 我之后就不会再有群晖的系统了 目前比较出名的NAS品牌有两个 一个是群晖还有一个就是微联通 可能大家都在纠结这两个品牌该如何去选择 而今天我就和大家来聊一聊 从硬件到软件群晖和微联通 我们该怎么去选择 OK首先我们先聊一下硬件方面 不过说硬件呢 我们就要回归到这个我们拿NAS来做什么 我相信95%的朋友都应该和我一样 那就是你并不是一个程序员 你并不会写代码 你并不会架设服务器来做一些东西 所以呢 我相信大部分人应该和我一样 而我使用NAS的主要用途就是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存储东西 另一个方面也是存储东西 但是它存储的是我视频剪辑的一些素材 所以我相信大部分人使用NAS 也无非是这两种用途 首先我先说一下第一点 那就是存储一些日常文件 这些文件可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不是经常用到的 但是这些文件我们又不能删 有的时候这些文件我放在电脑里面 我会觉得特别的碍眼 所以呢 这些文件就非常适合存在你的NAS里面 当然我们存储的这些文件里面 可能很大一部分都是视频文件 就像我自从有了NAS以后 我发现我有了一个癖好 那就是收集电影 我下载了非常非常多的电影在NAS里面 而且还多了另外一个爱好 那就是把这一些影片分享给我身边的朋友 基本上我身边的这些朋友看到我的这个影视库以后 都会非常的吃惊 非常的震撼 然后我自己也是蛮有成就感的 当然你分享给你的朋友 这就涉及到了一个外网访问 这也是NAS它才能做到的一件事情 当然电脑也可以啊 不过NAS它是专门为24小时待机而生的 你的电脑我相信你不可能24小时待机吧 然后就是第二点 第二点就是像我一样存储一些视频剪辑素材 我相信大部分朋友应该没有这种需求 如果你有这种需求的话 那我下面说的可能会比较重要 像群晖的系统 它目前最多只能支持万兆的网络 而微联通 它的这个硬件 是比较超前的 微联通它最高已经可以支持雷电3的接口了 雷电3的接口 它的速率已经是万兆的4倍 所以如果你有视频剪辑需求的话 内网的传输速度越快是越好的 这个也是必然的 如果你内网的传输速度特别慢的话 你的剪辑是没有办法很流畅的 这一点是这两个品牌它们主要的硬件区别 像CPU这些东西 它们两者是都差不多的 而且微联通的很多型号 它是支持HDMI输出的 HDMI输出可以让我们的这一台NAS变成一个 类似于电视盒子的这么一个功能 可以在这个电视上我们直接观看NAS里面的一些媒体文件 这是微联通所独有的 而群晖是没有的 总的来说就是微联通它是配置比较高的 然后它的整体的生态也比较完整 像双网口群晖是只有一些高阶的型号才只有双网口 但是在微联通它有一些低阶的型号也配备了双网口 所以关于硬件 我的建议是如果你比较追求配置 那么你选微联通 如果你是一个视频工作者 需要在NAS里面保存你的视频素材 那么你选微联通 而且微联通可以支持更高的带宽传输 所以在硬件的选择方面群晖是不占优势的 当然他们的这个外形啊 那就忍者见忍智者见智了 OK关于这两个品牌 他们硬件我简略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大概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个品牌 他们的系统 他们的软件 他们两者所使用的系统是不一样的 群晖使用的是自己家的DSM系统 而微联通使用的是QTS系统 他们两家的系统如果让我来说的话 可能有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 那就是群晖的系统有点像iPhone iOS 而微联通他的系统有点像谷歌的安卓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觉 OK接下来我们就在电脑上面 我分别来给大家看一下 他们的这个系统 还有他们所自带的软件 等等这一些东西 OK这个就是群晖的后台 而这个就是微联通的后台 他们桌面的这一些图标 都是可以后期加上去的 可以自己拖过来的 群晖的这个系统看上去就要简单很多 我们点开这个控制面板 它里面也只有这么多的东西 而微联通的这个系统就要复杂的多 我们点开这个左上角以后 我先看一下这个控制台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控制台里面的东西 就要比群晖的复杂一些多一些 这也是他们这两个系统最大的一个区别 那就是微联通 它的功能非常的多 更加的复杂 而群晖更加的简单 更加的傻瓜 这也是为什么群晖是最多人使用的 因为群晖它比较简单 因为毕竟并不是所有人都是电脑高手 都对这些东西十分的感冒 我们先看一下这两个品牌 他们所自有的这些APP 像群晖就是在这个套件中心里面 无论是群晖的套件中心 还是微联通的软件中心 其实他们的意思是一样的 一部分是自家的软件 还有一部分是第三方的软件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群晖的 可以安装的所有的软件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第三方的 下面是第三方的软件 然后这一些是微联通 可以安装的所有软件 微联通并没有区分自家和第三方 但是我们通过右上角的这个图标 能看到一个Q 这个带Q的标志的 就是微联通自家的软件 当然大家刚刚看到的这些软件 并不是所有的软件 有一些软件并没有登录他们的官方商店 我们是需要自行去下载 然后再手动安装的 所以这两个品牌 他们最终软件有多少 这个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统计的 刚刚的那个表 大家也只能作为一个参考而已 而在微联通下还有一个hybrid desk station 这些软件就是给那些有HDMI 输出接口的机型来使用的 我们可以在机器背部的那个HDMI接口 连接显示器 连接电视 然后来使用这些软件 OK 我们再看过这两个品牌 他们的软件中心的软件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比较重要的东西 那就是它的磁盘管理部分 毕竟它是一台NAS 它主要就是用来存储东西的嘛 我们先看一下群晖的 群晖的磁盘管理在这个地方 存储空间管理员 我们再打开以后能看到 非常的简单 没有太多的选项 当然这里面的这个选项也和你使用的型号有关系 如果你使用的是比较高阶的型号的话 这里面的功能选项可能会相应的多一些 像我的这一台218plus里面 它只有这么四个选项 看上去非常的简洁 非常的简单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微联通的微联通是这个存储于快照总管 这就看上去非常复杂了 当然我这一台也是微联通比较高阶的型号 功能会比较多 但是总体的选项来说要比群晖多很多 复杂很多 我们可以看到 微联通的这个复杂就复杂在所有的设置 非常的繁琐 就比如这种选项 这种解释会非常的多 而群晖就相对少很多 我几乎没有 我这么来和大家说吧 就比如说你现在买到了两台 一台是群晖的 一台是微联通的 这么两台NAS 你在初始设置的时候 群晖可能使用5分钟 你就把这两块盘配置完了 虽然你可能完全不知道配置的是什么东西 组成了什么样的一个阵列模式 你完全不清楚 而如果你在配置微联通的时候 那就要耗时长的多 因为微联通 他会从头到尾 每一步都会详细的问你 你这个两块盘 你要组成什么样的一个阵列模式 然后你在下去以后 你还要去设计到存储池 然后设计到这个很多很多东西 群晖我刚刚也说了 他配置非常的简单 你可能点几个下一步就完事了 但是设置完以后 你也不清楚我设置成什么样了 真的是这样 如果你觉得我就是要简单 能用就行 那么你选群晖是没错的 群晖他整体的设置和使用都非常的简单 微联通他相关的配置会更加的丰富 而且用户的可选项也会更加的多 所以这个就要看你具体想要哪一种感觉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两个品牌 他们自带的这个流媒体套件 群晖的流媒体套件是叫这个video station 然后他的这个整体的界面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点开这个电影 这是我刚刚添加的这个一个文件夹 他可能还没有加载完全 看我刚刚刷新了一下 他就又出来几张海报 这个搜刮能力 其实这两个品牌都差不太多 这不能说这两个品牌 这两个品牌的这两个软件都差不太多 但是我们是都可以手动去搜刮他的封面 还有信息的 微联通的这个流媒体播放软件 叫video station影音剧院 他的这个界面其实和群晖也是蛮像的 我们点一下这个电影 微联通这个文件夹我之前就加载过 所以呢他这个搜刮的这个结果 已经是最终的结果了 有海报的就是有海报的 没海报的就是没有加载出来的 像这一部荒岛余生他就没有加载出来 我们就可以去更改一下 名称给他修改一下 只剩下这个名字 然后我们再搜索一下 这样呢他就搜索到了 不过无论是微联通的这个流媒体播放器 还是群晖的这个流媒体播放器 我都不使用 我一般都使用的是Plex 像Plex他就会好用很多 我就使用Plex 他的这个效果就会好很多 这个UI的界面 还是好友的分享 我在这个地方就会 跟很多的好友进行共享 在这里有一个共享 这些呢就是我共享的好友 这些好友都可以在任何地方 随时随地用手机用电脑 都可以观看我这一台NAS里的这些电影 这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OK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可能是针对那些专业人士啊 他们会编程啊 会这些写代码 他们可能会用到的一些专用工具 这些里面有一些开发者用到的工具 这是微联通的 这是微联通的 像Python啊 这些他里面都有相应的这个组件套件 当然我都不会 所以呢我也就都没有安装 我们再看一下群晖的 这些他也都是都有的 这两个都差不多 这两个平台其实对于这种开发人员来说 应该是都比较友好的 接下来就是我和大家再说一个比较重要的 那就是他们的虚拟机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微联通的虚拟机 目前我安装了一个累的还有一个温10 温10是开机的状态 累的我并没有使用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温10 这就是我在NAS里面安装的这一台温10的虚拟机 我有的时候会用这一台机器来进行一个下载 他们自带的这个下载程序都非常的烂 无论是群晖的还是微联通的都非常的烂 还是没有迅雷好用 然后微联通他虚拟机的安装在这里 之前呢我出过一期视频 教大家如何在微联通里面安装虚拟机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的那一期视频 但是我安装的是一个类的系统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群晖的虚拟机套件 群晖的虚拟机套件叫这个名字 但是目前我里面并没有安装任何一台虚拟机 因为我的这一台218plus 它的性能还是比较弱的 所以呢我也没有在它上面使用虚拟机 然后它的虚拟机设置也相对比较简单 整体的设置和安装都相比微联通要简单一些 但是微联通确实它的虚拟机部分要强大的多 因为微联通应该是比较早在NAS这个系统上面 开发虚拟机这个套件和虚拟机系统的 所以他正因为做的早 所以他做的比较完善做的比较好 群晖虽然现在也有了 但是他还是走他群晖的这个性格呢 就是比较简单比较傻瓜化比较好设置 OK关于这两个NAS品牌 今天我就和大家聊这么多 毕竟这一期视频已经非常长了 对了对了如果你想要今天我送出的那一台群晖218plus的话 你就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要NAS 我会搜索关键字把这一台NAS送给那一位幸运的粉丝 不过218plus我只有一台 所以呢这一期抽奖是只限YouTube的 如果你是bilibili的粉丝的话 此刻你也不要砸键盘也不要生气 以后我会准备更好的东西来独享给bilibili 没有办法谁让我只有一台呢 而且这两个平台我也不可能把他们合并 十分的抱歉十分的抱歉 不是我偏心 因为上一次的抽奖 我是只限在bilibili的 YouTube是没有办法参与的 所以这一次呢是只限在YouTube 没有办法我也只有一台呀 OK这两个品牌的NAS 大家应该也初步的能了解了 总的来说你想要简单的话 那么你就选择群晖 如果你想要功能多的话 那么你就选择微联通 当然如果你想要配置高 你想要视频剪辑 那么也是选择微联通 好了 那么这一期视频就这样了 希望能给大家在选择NAS方面 有一些帮助吧 那么我们下一期再见